音樂 以我們現在modern的fluit 這種開孔跟變孔其實是一樣對不對 這個你要看各廠家怎麼去決定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不同 是的 因為說實話 就現在廠家你看它拿到的model 是哪個model 下去做 就看它的傳承來自哪裡 是的 所以会去到不同的 scale的这种现代乐器 没错 学问大了 那那个每一家的音孔 它的设计上面 是不是都会有不一样 有自己的配方还是什么 就是它要当它 开孔跟闭孔的距离 会不会不一样 还是什么 在当代想事实上是 会有些会有不一样 可是贝姆发明的 所谓贝姆系统 它是希望让音孔的距离 可以定下来 它想把自己当一个标准 对 那是标准的音准 它有所谓的标准音准吗 在当时 有当时因为 我们回想到一百多年前 事实上整个音频的演变 是随着时代在改变 最早我们像在巴洛克年代 因为交通不方便 然后各个国家的负益程度 也不一样 再来纬度高低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越冷的地方 听起来音乐越低 法国地方比较热 就听起来比较高 所以一样的音准在不同地方 会感觉不一样 那时候因为他们没有那概念 只是平听的感觉 所以每个地方其实 有时候甚至说一个封闭的王国 我们今天做国王 就说我就照这个长度做 那做的人就这样做了 所以造成说各个国家 其实是辟局会很不一样的 然后慢慢大概到1870年代 五零到七年代 慢慢地在那时候法国比较强 他们就希望说 我们透过不同音乐家的巡回 我们希望有这几个地方 能够统一一个音频 包括他们的管风琴 那个动不了的等等乐器 能够定品下来 所以慢慢地 他们刚开始有定到 差不多430 有甚至定到435 然后甚至在英国 比较特别英国 他们在海外 一个独立的岛 他们最高我定到452 452 对 很高很高 有点很热嘛 个性有关吗 其实应该说英国太冷了 所以都要他们在海外 所以他们跟欧洲 几乎有点是分开的 所以这是跟个性有关吗 特别的前卫 所以那个年代 其实他们在欧洲 普遍像大陆音频 就欧洲大陆音频 大陆音频大概是435 所以说大概那个时期的乐器 我们在欧洲买的 很大部分都是435 跟现在440是不一样的 所以讲回来 他们的定品可能是435吗 这些 你知道每一支厂 里有没有自己的一个 有 有 有 事实上我在购买的时候 这个我已经有筛选过了 我是挑440的 你的都已经440了 因为我那时候在 在挑这一期 其实我考虑到一个 限制的演奏问题 所以我都会挑440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 标准440 问的 这个大概是在1939年 它透过国际会 我们国际有个叫ISO 你们印象 OK 就是他们定的 我们是在ISO 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来的 这是一种标准的 ISO就是说他们是希望 国际标准 因为我们想说从100年前 跨过了两个世界大战 到1939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国际贸易轮船 什么都已经发达了 他们是最早从我们 罗斯斯均的尺寸 还是什么 慢慢开始定出来以后 他们也希望说 在乐器上定个平例 OK 那时候我们在国际 是会很现实的 谁的这个大就讲话 拳头大 所以那时候哪个拳头说要440 那时候有个帝国叫日福烈殿帝国 这样都凑起来了 所以 所以你现在买到的都是440 可是他 我自己挑的 他自己挑的 可是等于是他有可能是在那之前 就是你最像你最 你现在这里面最年 最古老的是哪一把场地 最古老的是 用没有打乱 这一把 这一把 法国的 它是几年 大概几年 它1867年 1867年 那就是440 OK 事实上它是42的 但是我必须老实讲 在那个年代 他们第一个没有调音器 对嘛 我们电子的仪器 那时候都还没发明 是是是 所以他们根据的是一个长度 稍定练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可是那音孔的排列不是也会影响 对 那这个我们回到设计上来讲 就扯远了 就是说我们以管理器来讲 最简单就是它的长度 我们旋域是旋长 管理器是我们气柱的长度 最长就是决定它的 最低音频多少了 然后最低音频 但确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 scale安排的音口位置就出来了 这样子 那它的年代 其实已经是贝姆发明 1847以后了 所以它可以套用 贝姆的公式下去做 那只要对我来讲 就是说它的烧电电是对的话 那我就可以办理 所以你刚刚说贝姆公式 所以其实贝姆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式 是 它不是一个秘密吗 就是说它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然后只要 根据强度套用它的那个公式 你就可以算出音口位置了吗 是的 它书上有写 它的书上有写 它书上写得非常清楚 它要不要看一下 都不是秘密 它包括说怎么运算这个旋长 然后频率是多少 这本书也好古董 没有商业 我们变成古董书 它这个图像就是 对它图像就是用画图的方式 你在不同程度的时候 它可以画等斜线 把音孔定出来 定出来 只要你的长度多少 那你就知道你的音频是多少 那像它在定这些 所谓的长度的 它是依照 例如说是钢琴的十二平均率的 这样子的去做定律吗 在那个年代的话 其实十二平均率已经蛮普遍的 所以它是用物理的计算方式下去做的 OK 但是这里面比较特别是说 它有一个叫L-Current 就是因我们讲说 在弦院其实很单纯 一根弦它就是会震动 可是在管理器上 它有一个长度大概五公分的误差 长度五公分 什么叫长度五公分的误差 就是说我们的单弦是固定的 所以它震动一定在这个旋里面摆动 可是它里面没有固定的 它透过气材那个气节的一个证券 孵出来 这个需要经验去抓 其实它有 计算在里面都有了 所以每个人在抓音准这件事情 是决然不同的 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同样 它有它的标准在 可是每个人去控制空气的证服来说 它会不一样的 那它有一定影响 但是如果说我们物理学来讲 假设你的气数一样 环境一样 这个长度一样 音准就一样 这是很科学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假设长度一样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讨论是开孔跟壁孔 那我想要开孔跟壁孔 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开动 应该要的距离吗 会 所以当时的那个乐器公司 他们会针对开孔或壁孔 去调整它的音孔位置 会 我们在讲乐器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要定住的说 你的长度 那物理上的定住 但是第二个我们要定住的时候 你吹的气数 我们吹的气数 也就是当代人的气数 你怎么抓到一定 当代人的气数 跟现代人的气数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不一样 现代人不一样 你听讲话就知道了 越来越快 是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 我趁我自己在玩这个乐器的时候 有时候会阅读当代的书籍 去想象一下 他们当代的气氛和风味 那除了这之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吹奏乐器的比照 可以对比出他当时的气数 这个透过物理方式去吹 那这个是我们 你这个气数这件事情 是有在文献上面写出来的 文献上是没有 文献上他们会记录 就是说当时空气的因素 因素就是常数 但是你吹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希望 继续这个常数下去算 但是你也知道 冷热国家的一定会误差 但是我们可以一个 比较合理方式 就是透过吹奏犯音 犯音的比例 可以做到他阴孔的距离 跟正确的气量 一个平衡的气量 已经开始很多那个 对 这慢慢慢慢 因为里面牵涉的东西 真的蛮多的 很多物理学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会知道 就是不想要去的 一定会有钱的 那么跟正确的东西 我会帮助的这个 这也就是不想要去的